刚才我们谈到ACA5法案变成16号提案 由家族选民表决 实际上它是有深刻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和一个政治大环境 那么我们看到在我们亚裔或者华裔社区当中 实际上当然我看到的是大部分 这个华裔或者华裔社区组织 是反对ACA5提案的 但是我也注意到了 有一些亚裔社区组织支持这样一个提案 那这个提案本身来讲 也是打着一个种族平等或者是平权 这样一个口号推出来 那么就是说这个支持和反对的这样 这个两种态度或者两种力量 它这个焦点究竟在哪里 能不能帮助 陈先生能不能帮助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他们的冲突点最近在哪里 我们先谈到这个问题 我先把ACA5跟上次民主党提出来 居然很意外的他们失败的SAC5有什么不同 这两个有点不同 SAC5提出来的时候 只修改宪法里面就学的这一部分 没有把里面内容就业跟公共合同的这一部分 生意机会的部分加进去 而ACA5提出来的时候 把所有的内容 就这三项的主要的内容全部加进去 换句话说 当这个议案通过之后 所有的就公立学校的就学录取 加上公共资源的分配 换句话说 就是公共 比如说公共工程的合约的分配 都要按照逐一来分配 按照性别来分配 按照社会上的minority 的这些少数弱势团体的背景来分配 包括就学 包括就业 就公立机关的就业 都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 从前在2009的时候是没有 因此在ACA5的时候 当时反对的教育 教育就是只有教育这一个部分 那么这一次呢 所有的教育跟其他的自己项 都包括在内 所以我们看见 有很多华裔也好 亚裔也好 其他族裔也好 赞成ACA5 因为有好几个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 是ACA5包括了他们的生意 换句话说 假如他做工程的工作 做接政府的 可以接政府的合约的时候 假如他是亚裔 假如他是少数民族 假如他是female 是女性的owner 他比较有大的机会 能够拿到这个合约 那这是在生意上面 他们很多亚裔觉得会 他们有好处 那么入学也是一样 入学的时候 假如你成绩不好的 不是很成绩不是很顶尖的 他们常常说了 就是他没有钱去补习的 没有钱去补习SAT的 那这些学生呢 他进入大学的时候 他的学业成绩没有这么好 可是他其他的方面很好不错 所以他们也应该有机会 进入大学 不应该光用学业成绩 来当做一个标准 那么所以我们少数民族 也应该有机会进入大学 那么归根究竟 这个现象的起源是什么呢 是一个是机会的平等 一个是结果的平等 我们从前我们觉得 应该在进入大学的时候 不应该以种族来分配 而是以学业成绩跟他的能力来分配 来选择 这是一个机会的平等 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机会 然后来比较谁比较合适 可是ACA5的精神 是在结果的平等 无论你是什么成绩 什么条件 我结果都要平等 怎么平等法 你的社区有三分之一的非洲一 你就应该有三分之一的非洲一进来 你有10%的亚裔 你就10%的亚裔进来 多了就不让你进来 这就是一个结果的平等 而不是一个机会的平等 所以这也是一个精神 这个议题的 它的一个争执点的地方 那么Affirmative Action 说是平权 也就是说 要机会不平等 而变成要结果平等 所以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亚裔 在教育方面不同意的地方 那么许多亚裔团体 他们赞成也有一些 我看出来了 有些妇女团体 他们赞成这个ACA5 或者Proposition 16 是因为妇女在这个法案里面 她会觉得说 妇女会得到优惠 可是对我们来讲 这个合不合理呢 无论对谁有优惠 对谁有歧视 都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 最终最终最不合理的地方 是它违反了 种族平等的这一个原则 无论是谁有好处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反对它 就算我是做生意的 我能够在种族里面 能够得到好处 我不会因为我在 我的种族而拿到这个生意 我觉得这不应该的 是我们进入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 一个colourblind的社会 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社会 这才是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 而不是看你是不是能够拿到 多少的好处 或者有多少的优惠 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反对这个议案的精神 是在反对种族歧视 而不是看谁得到好处 对 我记得我看了当时 这个加州参议院 通过这个ACA法案 这样一个新闻报导 当时当然反对的就是 也是来自我们加州 应该是第29选区的 这个参议员张玲玲 张玲玲说了一句话 他说不能用一个种族平等 来制造一个种族歧视 就是跟您刚才讲的 就是说机会平等 和结果平等的意思是一样 就是实际上 这个入学也好 就职也好 或者是你这个参加生意 这个招头标也好 最重要的是一个知识 对不对 就是你是不是符合 你符合了你就做 符合了就入学 符合了就录用你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是就是说 我不管你知识怎么样 你这个30% 黑人30%拉丁裔 那么好 在这个你这个岗位上也好 在这个入学上也好 就完全这个分配 这造成了一个新的一种 这个种族这个歧视 换句话说 这个种族歧视的议案 缺解了种族平等的意思 对的 种族歧视的议案 曲解了种族平等的意思 确实这样 我觉得所以 有的时候大家在争论当中 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说你不能站在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这个好像 比如说我招头标将来 这个有机会中标 但是你站在整个这个亚裔 对这样一个立场 这样一个就是对亚裔一种心的 这个歧视也好 不平等也好 所以这个议案呢 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就是 支持的也好 反对的也好 应该把这个议案 这个本身的内容的吃透 也应该看到这个议案 那个实质是个什么东西 是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示范 假如这个议案通过之后 其他很多法律 都会按照不同的利益团体 它的利益来作为出发点 而不是以一个真正平等 种族平等也好 其他的 其他的项目的平等也好 来当做出发点 那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示范 那个那这样 是这样 现在呢 就是说这个当然了 在这个很多这个华人当中 也是发起了一些这个抗议的这个活动 那么有一些这个华人间社区组织呢 也在发动这个 就是说怎么能够来在11月份 这样一个加州选民的这个投票当中 能够呢 能够呢把这个事儿能够就是 就不让他通过吧 是这样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这个在加州 刚才你也谈到 加州因为现在居民呢 大概有接近4000万了 3900万 然后呢 亚裔的比例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好像是不到20%吧 15% 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 那真正有 这个投票资格的 这个选民呢 刚才你谈到2000多万 但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个亚裔 包括华裔 它是没有这个投票权的 那真正能行使投票权的 亚裔的力量呢 并不太多 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亚裔哈 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来争取更多的力量 来把这个16号提案 争取不让他通过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 那现在呢 我们先这个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 由陈先生看看帮助我们 分析一下 提出一些更好的办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